除暴安良,替天行道,连警察都对其束手无策的法外狂徒,这个神秘的男人却仅凭一己之力,将其连根拔起。 作为退休的顶尖特工,老罗曾是美国政府御用的轻道夫,死在他手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但原本该享受养老生活的他,却为了自我救赎,开始替那些遭受不公的苦命人打抱不平。 这次,他刚端掉了一个毒贩窝点,替人追回了辛苦积攒的养老金,可就在他临走时,看到车上独自一人的小男孩,他还是心软了。 但正因为他的慈悲心,差点害死了自己,真是老马式前提。 被刺的一枪打中了老罗的背部,直到转身看见男孩手持猎枪,他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 毕竟是毒贩的孩子,虽然是带有恶魔基因,可对孩子他终究还是下不了手。 直到男孩跑远,他才感到背部一阵火辣辣的疼,他明白自己身受重伤。 可好在,对方用的是猎枪,没有贯穿老罗的身体。 不过年纪大不想挣扎的老罗,本想就此结束自己,但想着事情未完成。 他就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强撑着开车,搭上了渡轮。 不过在下船后不久,他只开了一段路,就昏倒在路边,好在路过的警察就吓了他。 心软的警察及欧没有将他送去警局,反而将他带到了一位医生那里救治。 两人都清楚在这个边境小镇,难免会有一些人遭受到迫害,所以,在老罗醒来的第一时间,医生便问老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听到这个回答后,医生反而放心了下来,因为他知道坏人需要伪装自己,而好人却从不说自己的好。 经过几天休养后,老罗恢复得还不错,他第一次出来熟悉这个陌生的小镇。 在这里,他见到每个人似乎都很和善,而直到救命恩人吉欧主动带他女儿来见他,老罗才惊讶地发现对方是名警察。 善良的吉欧也没问老罗什么,他只是告诉老罗小镇里的所有人都很和善且包容,所以他将老罗的车钥匙物归原主。 面对心地善良的吉欧,老罗内心是感动不已,不过他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向中情局举报他之前端掉的那个毒贩窝点。 事后,老罗打算再次休养一阵后再回家,可他没想到的是,小镇里的人真的非常友善,每个人都相当友好且热情。 在这里,他的心眼宁静很多,不过看似宁静祥和的背后,总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存在。 小镇在近些天来被附近臭名昭著的黑手党侵扰,他们无礼地向商家收取保护费,按时交的话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但不按时交的话,对方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大打出手。 看到这一幕的老罗已经按捺不住他内心的怒火,被欺负的于老板示意他不要过来,毕竟于老板很清楚这群飞车党的背后。 可是当地黑手党五大家族之一的克莫拉老大文森特更是心狠手辣,只因房东考虑这里的租户租这里很久了,所以拒绝将房子卖给他。 但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命人强制驱赶租户,并且将房东棉卖的父亲毫不留情,将其从窗户丢出,吊死在所有租户面前。 面对这种惨无人道的黑手党,人们是敢弄不敢言。 然而弟弟彼得却还没正式加入哥哥文森特的帮派,恰好他们帮派看中了小镇的地段,因为兴建度假村和赌场。 同时,为了试验弟弟彼得是否合格,文森特交给他一个任务,那就是提高他们在小镇的威慑里。 而这提高的方法就是纵火烧掉不按时交保护费的于老板的店铺。 原本康复后的老罗准备回家,却看到了不该出现在这小镇上的一幕。 看着哭泣的于老板一家人,老罗转头望见那群正笑嘻嘻的憋三,他的杀意逐渐变浓。 可小镇的朋友们却用宽容的心态对待这一切,面对困扰他们的恶霸们。 他们依旧积极向上的生活,甚至分享彼此的美好给对方。 这才暂时让老罗放下杀心。 更麻烦的是,中警局的人通过举报的行踪找到了老罗的踪迹。 原来他们在毒贩窝点内发现了大量的毒品和现金,不仅如此,还查到这群毒贩跟恐怖组织有关联,但里面的毒贩全部被屠戮殆尽。 好奇的调查员安娜想找老罗问个清楚,可老罗却只字不提,只是提示他调查清楚那帮毒贩和谁有关联。 然而还没等这边搞定,正义的警员吉欧为了调查纵火犯,开始向其他部门申请支援。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次日他就接到女儿被绑架的消息,于是他立马赶回了家中,发现彼得等人早就蹲守在他家,狠狠教训完吉欧后他们就离开了。 这帮黑手党果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连警察都不放在眼里。 无奈之下,吉欧也只能忍气吞声,毕竟家人的安全最重要。 可看到救命恩人被揍了的老罗,就想知道这帮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医生将黑手党这群家伙比作无可救药的毒瘤,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根治的恶极。 但在老罗的眼中,这群毒瘤只能由他这个外科医生才能手到病除。 所以老罗主动约见了安娜,透露了有关的信息给他,让他顺藤摸瓜地找到线索。 知道那群有恐怖分子身份的毒贩们合作的对象,正是这群臭名昭著的黑手党。 不过现在老罗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进行一场外科手术。 在晚上,彼得再次骚扰吉欧和他家人时,老罗就坐在一旁死盯着他们。 他那双极具威胁的眼神令彼得坐立难安。 于是他主动上前警告老罗,让他不要多管闲事,可彼得不知道的是,这就是老罗的计划之一。 他一步步地激怒彼得,试图让他愤怒起来。 结果如他所料,在让彼得交出自己的枪后,老罗就放他走了。 不过作为穷凶极恶的恶霸,怎么会轻易地善罢甘休? 被羞辱的彼得想着问小弟拿枪等下杀回去,可下一秒就悲剧了,不等两人反应过来。 老罗就甩着酒瓶悄悄从黑暗中杀出来。 就这样,彼得这群人就被老罗消灭。 次日,警方围住了案发现场,作为当事人的集欧,知道这是老罗干的。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老罗竟然是个这么厉害的狠角色。 事情发生不久后,在市区内就发生了爆炸恐怖袭击事件。 正跟进调查此事的安娜对着搭档提到老罗提供的线索。 他们认为,这些恐怖袭击的暴徒背后,其资金支持的幕后人很有可能就是老罗所说的克莫拉黑手党。 于是他立马前去当地警局,找到警局署长配合调查。 眼看形势不妙,警察署长来到了文森特的领地,原来署长一直是文森特的庇护伞。 但如今他的弟弟惨死,组长不仅不帮他调查,还让他最近去避避风头,甚至还对其出言不逊。 这一下算是激怒了文森特,要明白对方可是黑手党,做启示来不管你是谁,他们只认枪杆子握在谁手上。 紧接着董事的手下明白老大的意思,立马拔出匕首割断了罗长的手掌。 而事情远不止如此,既然有中情局调查到他,那么调查员他就会麻烦合作的暴徒们去好好地处理一下。 好在安娜被老罗的一通电话救下,在得以保全小命,但对方只手遮天的恐怖实力不仅令当地都身处于恐慌之中,更让中情局也望而生畏。 而作为大哥的文森特自然要为亲弟弟彼得报仇血恨,所以倒霉的警员吉欧再次成了他开刀的第一人。 懂得感恩且重情义的吉欧死也不肯说出谁是真凶,但这只会激怒文森特,这个讽刺让他变得愈加疯狂。 就在他准备当着小镇所有人的面,干掉吉欧的家人之时,老罗站了出来。 这就是老罗出手的原因之一,所以他哪怕是交出了自己,也希望黑手党有点规矩。 不要染红了这个小镇,可对方哪会讲什么规矩,杀人立威是他们的一贯作风。 枪声过后才发现,救助老罗的医生率先出手,他只身一人扛枪硬钢对方。 正是医生的这一举动,激发了众人保护小镇的决心,全部人都抛出手机拍摄,毫不惧怕对方手中的枪,现场群情激愤。 看着事态急剧升温,在场的黑手党成员也有点慌了,知道再这样搞下去会引发民众失控,逼得他们全部拿起武器对抗,所以作为老大的他选择暂时撤退。 文森特不知道的是,老罗说的话可是主打一个言出必行,所以他们回去没多久,在商量着明天怎么去对付老罗的事情后,就暂时放松警惕去休息了。 殊不知,一个如鬼魅般的青道夫已经悄然走进他们身边,经过短短的五分钟时间,文森特的手下被老罗单方屠戮殆尽,而熟睡中的他却毫不知心刚刚发生了一切。 直到他被一滴液体低醒,他才逐渐苏醒,直到他感觉到不对劲之时,望去添花的那一刻,春梦就已经开始降临,看到手下的尸体被倒挂在他面前,他内心是无比愤怒的。 一觉醒来,竟然是自己地盘的陷落,为此他只能拿着冲锋枪,连血也顾不及去穿,警惕着去往别墅其他角落,大声地呼喊手下的支援。 可他每到一处,地上躺着的都是他手下的尸体,这触目惊心的每一幕,逐渐让他的内心防线崩溃,甚至在看到手下头被割断的那一刻,他的恐惧已经到了极限。 平日里狂妄自大,无法无天的他也会害怕地四处扫射,他极度怀疑,能做到这一切的绝对不是人,而是真正的恶魔。 等到文森特醒来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什么叫自食恶果,他早就被老罗为了几百颗文森特他自己贩卖的毒品。 老罗深知对方已毫无还手之力,且现在是一个生命倒计时的将死之人,所以他放开了束缚,让对方顺着本能逃生。 殊不知,老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看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黑老大像一条落水狗一样,爬来爬去,他要用这种方式让小镇的人都知道,这颗最大的毒瘤已经有个外科医生将他铲除。 次日,克莫拉家族覆灭的消息很快给苏醒的安娜看到,随后老罗来找安娜,让他将一袋三十六万六千四百美元的退休金交还给一位他曾在过的老人,这本是他应得的退休金,却被一个黑客给黑了。 打抱不平的老罗找到黑客的同时,才顺藤摸瓜地找到那个和恐怖分子一起的毒贩哦。 而老罗之所以会找上安娜,也正因他是故人之子。 习惯了黑暗的老罗,在真正晚年退休之时,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和平宁静的地方归老。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订阅我给您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